妻子被人霸占,丈夫还被诬告,一起诬陷杀人案,在两刃支线的审理下越审越冤,丈夫驱打成招,武座被杀灭口,此案不仅惊动了巡弩和祖父,而且最终还惊动了皇帝。 一个心机颇深的恶霸究竟是怎样实施他的诡计,让个案官员蒙羞,就在他被判处决之时,为何还有人为其求情? 系列节目明清奇案,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,为您讲述杀妻,案中案,明清历史五百余年,奇案频线,离奇的案发现场,出奇的破案手段,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。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,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,让人难以忘记,神断底下有智慧,真相背后藏玄机。 明清奇案,法律讲堂文史版,敬请关注。 观众朋友们好,欢迎收看法律讲堂。 今天讲的案例发生在清代雍正年间的湖北黄中府麻城县。 一天,麻城县汤之县接到图阳两家互控的诉状,起因是,图如松娶杨姓女为妻,因为夫妻不和。 图如松经常打骂杨氏,而杨氏受到打骂之后,就跑回娘家不归。 这一次夫妻之间的矛盾,是因为图如松的母亲病了。 图如松嫌杨氏照顾不周,就再殴打杨氏,以致其离家出走。 而如今,杨氏已经数月未归,图如松到杨家去找。 而杨家讲,杨氏数月没有回来,想必是图如松杀其无赖。 后来杨氏的弟弟杨武荣前来象牙告证,审讯杨武荣,得知壮旨乃是其同姓不同宗的哥哥杨同范所写。 提信杨同范,得知其乃是生缘。 按照大清律律行律诉讼阅诉条理规定,文物生缘,除士官窃己,即为分家之父兄, 许其出名告证,如带人聚控作证者,令地方官深祥学臣赤格之后,使行审理去职。 杨同范是同姓不同宗,不属于未分家之兄,而是又非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。 因此,汤之县当即申明协证,赤格杨同范的生源公民。 汤之县格去了杨同范的公民,但并没有追查杨同范为人带血,壮旨背后的真正原因。 也许汤之县并没有料到,随后发生的事情不仅他难以控制,而且自己还被格职。 这一切都源于杨同范的报复。 那么怀恨在心的杨同范,究竟是如何不动声色的来试试他的报复行为呢? 杨同范为本乡恶霸,如今生源公民被县太爷赤格,岂敢善怕甘休,当然要寻击报复。 过了不久,乡民在本乡核参发现一具无名尸体。 急忙告知宝长,以便报官处置,此时被杨同范得知,便找到宝长,告知那是自己的唐妹杨氏。 并把杨同范找来,杨同范见尸体不是妹妹的,转身要走,被杨同范拉到一边,耳语片刻,才承认尸体就是妹妹杨氏。 保长带领杨五荣报官,汤之县亲率武座衙役前来勘验,而杨同范早已向武座行会,所以武座将尸体已经腐烂,难以检验。 而杨同范却率领杨性宗族逝世人大闹失场。 汤之县无可奈何,只好责令保长与杨五荣先将尸体染难,然后禀报上司请示如何处理。 汤之县犯案无力,另一支县接替他继续审案,可悬案未解,心冤又极,被状告杀妻的图如松在重刑之下吃打成招。 一场寻找图如松妻子尸体的闹剧开始上演,毫无结果之后,涉及此案的武座还被活活打死。 两刃之县都解决不了的案子,最终却有一个不起眼的人发现了线索。 他是谁?图如松的妻子又到底是死是活? 系列节目《明清奇案》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沙溪案中案。 此日最终为胡广总督麦祝得之,麦祝深得雍正帝的信任,所以钦点其为胡广总督。 麦总督见识借尸聚聚众闹事案,也深感事态严重,便委派广激县支县高仁杰重新检验尸体。 没有想到,高智县所用的武座以及刑防出力都得到了杨同范的贿赂。 所以,武座报尸体肋骨有致命重伤。 而刑防疏力在杨武荣等人的供词上添油加醋,乌县屠如松杀漆。 高智县只好如实上报。 麦总督当即弹劾了汤之县,而委派高智县专门承办此案。 有了总督的授权,高智县便可以大张旗鼓地审讯了。 他先用夹棍夹在屠如松,两个脚踝连骨头都露出来,后用烙铁烙凶肉随之辣。 屠如松只能够招任杀其事实,而尸体埋藏在何处,却是案件侦破的关键。 所以高智县让其交在埋石地点,屠如松此时未继酷刑,便胡乱招任。 先是招出一处坟墓,等挖开一看,乃是一座古坟,但得朽木数十遍,枯穀几块而已,后又挖开一处坟墓,却是长染俱穴, 乃是男子,但挖开其他的坟墓,终于得到了一具女尸,官吏大喜,仔细一看,窟窿上有渗渗白袜,与杨氏的年纪相差甚远。 就这样,将麻城县无主之墓,挖了百余座,还是没有找到杨氏的尸体。 又是对屠如松施以酷刺,又是大张旗鼓的挖痕,高智县却一无所获,冷静下来的他,开始怀疑武座检验尸尸体有误。 可就在他审讯武座的时候,武座竟然被活活打死,而这一切,高智县无法掌控,也无法追查。 那么这其中,到底有什么隐情呢? 此时,高智县觉得可能是厌尸有误,便审讯武座李荣,他即使不承承认检验有误,结果被利弊仗下。 为什么屠如松受了这样重的酷刑都没有死,而武座李荣仅仅被打了几十板子,就被利弊仗下了呢? 原来,清代地方官吏彼彼此都有自己的关系网,如果武座李荣招供,很可能牵扯出更多的人来。 行刑的造力得到与李荣有关的人们的嘱托,其下手当然是致命之处,也有杀人灭口之嫌,但官府很难将他们治罪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 大清律律行律断语,绝法不如法条规定。 若官司绝法人,坚临则打人,与人囤腿受刑弃数,依法绝打,泄后致死,及绝打之后自尽者各无论,泄后就是偶然。 行刑造力在囤腿上运行,是有很高的技巧的。 若要置人于死地,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 所以,支县是抓不住他们的把柄的。 高支县明知行刑造力故意杀人灭口,但无法将他们治罪。 不过,他似乎明白五座李荣之死,乃是与验尸有关。 所以,从省城调来五座,重新检验那具尸体,却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女尸,乃是具男尸。 而高支县又不懂得欺分男女尸体的方法,所以,受到五座李荣的欺骗,又是一次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 五座子,图卢松也被高支县打了个半死,而案件却毫无进展。 总督派他来审案,他却审称这个样子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高支县此时的郁闷,也许那个一直从中作梗的杨童犯都要偷笑了。 案件发展到这个程度,此案起因的那个关键人物,图卢松的妻子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 可一个偶然,他却奇迹般的出现了,估计没死,而且还好端端的活着。 那么案发了这么久,他究竟藏到了哪里,又是被何人所藏呢? 五座李荣被打死了,其不甘心,就来到了洋葱范家大闹。 行贿与受贿都是天之地之,你之我之的事项。 杨童犯如何肯承认行贿? 李荣妻也仅仅是讨个没趣。 有一天,杨童犯的妻子临产,乃是男产,而李荣妻是知名的吻婆,也就是接生婆。 即便是以前有所吵闹,如今大人孩子要请,还是要请其前来。 在答应给重金的情况下,李荣妻来到了洋葱范家,见识横胎,必须多人用力帮助才能够生下来。 李荣妻与婆婆二人用力掐腰,还是生不下来。 这个时候,杨妻疼痛难忍,不由得高呼,三姑快来救我,妻生甚残。 只见此时,从房屋的夹地墙内冲出一个女人,上前帮忙。 李荣妻一看,也不由得大吃一惊。 这不就是杨氏吗? 他并没有死,如今还活着。 三个人一起用力,杨妻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。 此时,杨童范从屋外进来,将十两银子放到李荣妻的手中。 李荣妻看到杨童范微笑中带有阴险的脸,不由得大了一个冷战。 也不敢不收。 但收了银两,李荣妻又指天事日地说,自己绝对不会外传,才得以全身而退。 李荣妻回到家里,心里的碰碰直跳。 当他把银子交给儿子李春的时候,说,你相信有鬼神吗? 我今天见到传闻死去的阳氏了。 你父亲就是因为此案受牵连,被高知县打死。 我们虽然不能够为你父亲许愿,但鬼神不可及。 如果我们不为屠如松名冤,恐怕会遭鬼神报应。 李春认为有理,便带着这十两银子来到麻城县衙来投手。 图如松的妻子杨氏,为什么会出现在杨童范家? 杨童范为什么把杨氏藏了起来,又要贼喊捉贼的状告图如松傻妻呢? 本来一起很简单的案子,在杨童范的介入下变得扑朔迷离,而且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。 可罪孽深重的他,就要被处决的时候,却有朝廷大员为其求情。 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? 杨童范最终又是怎样的命运案? 系列节目《明清奇案》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杀其案中案。 明清历史500余年奇案平线。 离奇的案发现场,出奇的破案手段,令人称奇的判决结果。 是历史的记载充满了神奇,还是案件真相过于传奇,让人难以忘记? 神断笔下有智慧,真相背后藏玄机。 明清奇案,法律讲堂文史晚,敬请关注。 此时的知县名叫陈鼎,与人出身,陈知县本来对高知县酷刑逼供,烂挖坊墓,掌地武作之士不满。 就此之后,便急忙写了离文,告知湖北巡抚吴英芬。 吴英芬深得英雄正帝的信任。 吴巡抚得到陈知县的禀文之后,一面告知陈知县,火速告知湖广总督麦书。 一面上奏朝廷,要求将此案重新派人审理。 麦总督得到禀文,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,虽然很生气,但也无从发怒,便让吴巡抚,都同陈知县,击捕杨氏,重新审理。 陈知县在上封的都令之下,也不敢怠慢,但他想到,如果是大张旗鼓地去抓人, 要是杨童犯事先将杨氏藏匿,或者是杀人灭口,抓不到杨氏,此案还是无法破获,因此并没有声张,而是声查,清查户口。 亲自率领,苦快数十人,趁其不贵,突然冲入杨家,捣毁家壁墙,将杨氏擒获。 陈知县当时开堂审理,让图如松与杨氏当堂对质。 图如松虽然经常打骂杨氏,但彼此还没有到恩断义绝的地步。 如今,杨氏见图如松浑身浓血淋漓,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好皮肤,也是心痛。 图游地冲上前去,搂着图如松的脖子,嚎啕大哭地说, 都是我牵累了你,都是我牵累了你。 在任正面前,杨同范,杨武荣,也不得不低头人费。 所以,磕头如倒蒜,恳求现代爷,开恩。 这一天是雍正十三年,也就是一金三五年,七月二十四日。 杨氏审判,在巡抚还有总督的介入下,图如松的妻子杨氏终于现身。 他的出现吸刷了丈夫的罪名,也许一直躲藏的杨氏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。 那么杨氏为什么要藏在杨同范的家中呢? 他和杨同范又是什么关系呢? 原来,杨氏原是本宪王姓买的童养席。 王姓去世以后,再嫁卖给图如松。 而之前杨氏曾经与王氏的叔叔有染。 结婚以后,旧情未断。 孩子下往来,被图如松察觉。 故此时常殴打他。 那次,图如松与杨氏照顾母亲不周,仅仅是个借口。 就想借此教训一下杨氏。 却不想,杨氏身体灵活,早就一溜烟的逃跑了,回到了杨家。 因为大兴利利互利婚姻出几条有规定, 其被俘而逃,要仗一百,从夫嫁慢。 娘家如果庇护,也是有罪的。 所以杨氏的母亲要杨武荣告官审理。 如今杨氏身上有伤, 控官之后,有可能离异, 再也不用受图如松的虐待。 杨武荣大字不识一生, 也不会写状旨, 就找到了同性不同宗的哥哥杨童范。 却没有想到杨童范, 基于杨氏滋涩已久, 便说,不用保管, 将杨氏藏在他家就可以了。 并且说, 哥哥我乃是生缘, 我收藏妹妹在家, 有谁敢来我家搜寻呢? 就把杨氏藏在自家的夹壁墙中, 实际上是将其兼占。 杨童范还是顾虑图如松, 查找到蛛丝马迹, 所以执意陷害他。 此案从一开始, 就始终有杨童范的样子。 办案的唐之县被格局, 杨童范受到酷刑, 无若李荣被打死,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, 他都难夺甘心, 可罪孽深重的他, 在此案真相大白之后, 又上演了一出好戏, 竟然想从此案脱身, 连总督迈住都为其求情, 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? 杨童范虽然知道自己罪恶深重, 但还是抱有一线生机。 那就是迈总督也不想因此受到处分, 因为一旦高知县所判罚的罪名有误, 他同意了, 那么高知县要被判为重罪, 那么迈总督要承担处分, 最少要罚奉一年, 甚至会将其降四级留任, 所以他一定会维持高知县所逆的罪名呢。 果然, 吴寻府的奏者成立之后, 十天便得到处决的圣旨, 而迈总督则上道, 此案因为牵连官吏, 妇女百余人, 在没有完全审明的情况下, 不能够将杨同范、杨武荣立即执行死刑, 为此申请缓决。 杨同范觉得有机可乘, 便把杨氏找来好严安抚, 并唆使他到总督那里的去投诉, 说自己原本就是暗昌, 并不是图如松之妻, 在供词中承认是图如松之妻, 乃是陈之县误补, 言行逼供所致, 恳请总督查明真情。 杨同范则拒绝认罪, 说自己乃是不应该窝流娼妓, 按照大兴律例行律杂贩, 不应违条规定, 轻者吃四食, 重者账八食, 杨同范最多也就是账八食的罪, 可谓是避重就轻。 果不其然, 麦总督将此事上奏, 雍正帝得知他们都府有分歧, 便将麦总督与吴寻府一起招入京城, 准备当面询问, 并且派遣户部尚书史遗职, 前往复合此案, 也该对麦总督和吴寻府命运好, 当他们来到京城的时候, 雍正帝已经驾崩了, 二人得以在京城任职, 互无尚书史遗职, 身为钦差, 不如使命, 来到湖北以后, 调集湖南湖北两省贤能的官员会审, 一致同意陈志向的逆罪, 所以将杨同范杨武荣斩首示众, 此案最终能够使真正的罪犯伏法有多种因素, 而吻婆李荣期及陈志县, 绝功甚美, 但此二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, 吴英分则不同了, 他因为是历查其冤上奏皇帝, 全盘否定了麦总督所定的判决, 而被湖北省百姓称之为包龙徒在世, 所有的功劳都是他的, 屠如松夫妇不和, 固然是杨氏多不占理, 但丈夫不以礼遇, 却实施暴力行为, 也是此案发生的原因之一, 按理说, 夫妻俩经过此案, 应该有所警醒, 但是作为杨氏, 一而再, 再而三地放错, 那么屠如松当然不能够容忍他了, 所以夫妻分离, 那也是必然的,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, 谢谢收看, 再见。 , 十八岁, 重近视, 十九岁当知献, 他在别人眼里可谓少年得知, 但实际上, 上任一时, 他的麻烦便接踵而知, 面对难题, 他能否一一破解, 一位少年知献又如何利刀难危, 下期节目中法力讲堂文史版为您讲述明清奇案之独沙冒冥冤